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阿贝兰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咱们的盟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正式的 向 违反国际法 违反人类道德 底线良知的 违反人性的 反人的 这个 迦南 发动了大规模的 导弹和无人机的空袭 那么 这个 我们呢 要等这些官方的这些说明出来以后 然后再开始做 但是呢 这个现场很多 这个袭击的这个画面和视频 已经是流传到网上了 我刚才想发个两个 但是直接就给我吃黄标了 因为 这个事情是不有利于 以色列的 肯定就要吃黄标了 导弹空袭轰炸这个东西 他们 玻璃心很脆弱 这个 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些 以色列人 非常的惊恐 拍摄视频的这些人 非常的惊恐 甚至有的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导弹直接在面前就爆炸了 直接就把人给干没了 所以说 我们初步的来看一看 这个袭击 是非常成功的 打法战术 相当的不错 然后 所谓的美国跟英国 帮助以色列防空 包括所谓的导弹 宙斯顿导弹拦截系统 包括他自己的爱国者 导弹拦截系统 以色列天蝎座的这些系统 在伊朗的导弹 和无能机的面前 他妈就是一坨屎 啊 这个伊朗的导弹 就是向龙鹿 无人之境啊 而且伊朗本次袭击的导弹 也只是1998年 研制和生产的 这种流星弹道导弹 啊 是属于是这个 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东风1516 这样的弹道导弹 啊 而且伊朗这种弹道导弹 还不具备 像我们的东风1516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攻击能力 而且他也没有 像我们的导弹 可以进行末端机动变轨 无论是短程的还是中程的 啊 洲际就更别提了 分导弹头机动 末端机动变轨 都是没有的 只是直打直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 流星导弹 它是这个 它是飞毛腿导弹剩级版本 无非就是直打直 啊 没有 其实没有任何的弹道拦截的难点 就这样的攻击 伊朗首次可以 像鲁龙 无人之境一样的 打击以色列的首都 啊 特拉维夫 包括他南部的这些军事重地 以及他的那个F-35起飞去轰炸 叙利亚 驻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 这个战机的这个空军基地 也被捣毁了 那当然了 以色列 又开始吹牛逼了 说拦截了一半导弹 一半的 无人机全拦截 导弹拦截一半 然后又说这个 只是造成轻微的擦伤 轻微的擦伤 你自己拍视频的人都被导弹给轰死了 轻微的擦伤 总是要吹这个牛逼 然后这个战术 打法老兵给大家看了一下 他是这样的 这一次呢 我看到了叙利亚 首先第一个我们想讲叙利亚 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防空部队 击落了很多以色列的这个反击 那么说明以色列 的这个反击 平时打这个叙利亚 如果叙利亚进入到 真正的战备值班的话 他可能保卫出大马士革 然后这个黎巴尼争路党 发射火箭弹 以及地面渗透破坏 到格兰高地 把以色列的前哨战 往北线作战的这个前哨战 也给摧毁了 然后这个空击之前 伊朗的黑客大规模的 就是网络化作战部队 大规模的去攻击以色列 瘫痪了他许多防空系统 然后先从这个伊朗 飞过来很多的无人机 提前让敌人发现 无人机进入以后 启动他的这个铁穹防空拦截系统 以及英美的战机飞过来 如临大敌 去拦截这些无人机的同时 伊朗的导弹开启 然后导弹雨 轻奔大雨 轻奔而下 两百枚导弹打了下去 当然伊朗是遵守交战规则 没有对这些平民进行 就是说军命楼进行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空袭 只是空袭以色列的主要基础设施 和这个军队的这些目标 军事目标 和一些首都的一些决策中心 也就是说非常的克制 不会像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一样 烂气糟粑的 就是打不过哈马斯 就是杀平民 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官方声明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 拜登紧急返回白宫战型室 在4月1日 伊朗外交部的外交社 管预期之后 伊朗和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 甚至导致整个东东地区剑拔弩张 伊朗方面以誓言将 以同等规模和严厉程度进行报复 如今这一报复已经展开 4月14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 4月13日晚间 已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架 无能机和导弹 伊朗国家通讯社 援引消息人士说 伊朗军方向以色列发射了 第一波弹道导弹 伊朗最高领袖 哈密尼伊在社交媒体上 XL发文称 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将受到惩罚 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军方公布 伊朗在一百多架无能机 需要数个小时才能达到目标 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 他们看到这些无能机 从伊朗飞往以色列上空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则称 其中一些无能机 在叙利亚或越南上空被击落 英美战机也出动拦截 三名美国官员称 美军击落了数架无能机 但未说明击落的架数 网线时候 伊朗伊斯坦革命卫队称 利用其战略情报能力 导弹和无能机 袭击了以色列领土上的重要军事目标 成功击中并摧毁这些目标 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中 约有一半成功击中目标 通讯者说 以色列内盖伏罪重要的空军基地 遭伊朗海巴尔导弹袭击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者消息 以色列用于袭击 伊朗驻叙利亚的基地被伊朗成功打击 而据以色列消息称 自伊朗发动袭击至今 伊朗共发生150枚导弹 第一波攻击导致 以色列当地警报 720次响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丹尼尔哈加里 称 伊朗袭击期间 以色列南部国防基地的基础基地 受到所谓的轻微损坏 伊朗常主联合国代表 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文称 伊朗的军事行动 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固有自卫权 对尤才富国主义政权 袭击其驻叙利亚外交管兽的回应 此事可视为结束 若以色列政权再犯错误 伊朗的反应将会是严厉的多 并警告美国原理这场意义冲突 白宫紧急返回白宫 没以防长通话 路透社报导称 美国总统拜登已缩短了 对家乡塔拉华州的访问 并回到白宫战情时 会见了其他国家安全公问 白宫方面发表声明表示 伊朗已经开始对以色列发动空袭 此时的袭击可能会持续数小时 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 将于以色列官员以及其他合作伙伴 盟友保持持续沟通 并定期向拜登通报最新情况 拜登表示 美国尽力支持以色列安全 帮助其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 以色列国家防部长战兰特 和就以色列对伊朗袭击的防御行动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顶通了对话 那么现在拜登和内塔尼亚胡 举行了会谈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也宣布已经成功碎毁 以色列的境内目标 然后伊朗也宣布 如果以色列进行回应 伊朗的下一波攻击 将是直接和加倍的 也就是这一次的军事打击 只是开胃小菜 开胃小菜 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我们不管说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中立身份 不管说伊朗 他牛逼吹多大 以色列牛逼吹多大 我们不去管 我们只看以色列人 他自己发的这个视频 确实伊朗的导弹 飞行速度不是那么那么的快 对不对 他有弹道的弹 也有这个巡航导弹 有些看上去就是巡航导弹 它是有个 它这个攻击速度不是那么的迅速 你看到没有 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时候 它的那个导弹攻速多恐怖 只看到一个点过去 直接那边就爆炸 它这个东西 你看可以射了好久 像那个 真的像那个流星一样的 这样慢慢掉下来 然后就直接就砸下地面 就光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 他命中的这些目标就不下数十个 就建筑物直接就命中了 直接就爆炸了 炸没了 不下数十个 而以色列就可以说 他说我们是轻微的 那伊朗自己也说 一半的导弹成功击中目标 那还有一部分是被美国给 这个被美国以色列给拦截了 毕竟 它的这个拦截密度是很很大的 这个以色列就这么这么屁大点 那它这个防空的导弹 这个密集程度是很高的 对吧 我去拦截一半 然后你因为什么战机也出动了 这那的去拦截的是个为了无人机 那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 这个所谓的电子作战系统去拦截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无人机飞着 在叙利亚跟约南上空被这个击落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你要用硬杀伤的方式 没有软杀伤的方式 对吧 而且伊朗这个作战 伊朗没有这个卫星导航的 是谁在给伊朗提供这个卫星导航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是中国吗 还是俄罗斯 只有这两家 那我感觉大概就是中国 中国在红海和在波斯湾的这些军舰 包括在巴基斯坦的战略支援部队 在替伊朗这些导弹进行导航 因为伊朗你要知道 你导弹导弹 台湾他们叫做飞弹 那台湾这个话是说对的 因为他没有导航的 他这样飞过来的 那就像这个当年的 这个德国炸这个英国考温锤的 这个V2火箭弹一样的 那个就是导弹 就是我们导弹的这个前身 导弹的前身 那他是没有导航的 那他只能叫飞弹 但是伊朗他叫这个导弹的袭击 导弹导弹你要导航 导航谁给你导弹 伊朗你没有自己的卫星网络的 那是北斗系统在给你导 还是俄罗斯 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我看大概率是中国 好 这些导弹非常精确 也就是伊朗的导弹非常精确 我们看到的是 以色列人自己拍的视频里面 惊恐的在那里做鸟兽散 四处在那逃窜 然后那个导弹 就很精准 打到那个建筑物上面去 那也就是说伊朗的第一波袭击 他只是说他拿这些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 这些导弹库存在这里打 也就是说 以色列 他之前 他的铁炯防空系统 包括他也有艾格罗防空系统 还有美国对他在外围的 红海的这个 宙斯顿反导系统 那么这些系统 全部都开启以后 伊朗的这种常规的 比较普通的导弹 他都是这样都拦截不住了 他不是吹牛比说 99%的拦截率吗 当时哈马斯导 这个火箭弹袭击 铁炯防空系统开启 大部分能拦截 但是还是有很多漏网之余 导致了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边境 跟加拿大这个边境 受到的这个袭击 也造成了一些人员的死伤 那现在这个导弹雨 给你侵风大雨 给你下下来 我说过伊朗这边 长期对以色列是有2000枚导弹的 这个这个战备的 就这些啊 如果说用以色列的讲法说 200枚 伊朗是说只是说数十枚 啊 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多 啊 我们不去管它 我们就按照以色列牛逼的讲法 说伊朗是打了200枚导弹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 伊朗应该没有打200枚导弹 啊 他应该是100架无林机 加几十枚导弹 数十枚导弹 打下来的 那这样的破坏力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首都心脏地一带 特拉维夫 啊 都被袭击了 那如果说 以色列跟伊朗去发生 这个大规模武装冲突 地面战的话 那伊朗的这个导弹 如轻盆大雨 再一波下降到以色列 你以色列 你还有 你这个地方 你还有没有 所以说伊朗不是吹牛逼 所谓的把特拉维夫 跟海法 移为平地 这不是吹牛逼的讲法 这是事实 那现在打了以后 伊朗也保持克制 你只是打了我一个 那个大使馆 我对你进行一波攻击 啊 就事情就此结束 你美国不得接入 美国要是接入的话 你中东基地 我也照样他打他轰你 所以我说过 伊朗不是不会怂 伊朗不是打嘴炮的 人家就是正儿八经的 敢打美国的基地 那你以色列 他有什么不敢打的吗 你以色列跟伊朗 开辟北线战场 跟尼巴嫩争主党 叙利亚还是伊拉克 还是伊朗 在这个地方开战 你以色列有这个能耐吗 一个哈马斯都让你搞不定了 你还能搞定这么多 而且他们都是养精叙利 叙事待发的 所以说实际上的 以色列就吃下这个黄连 当个亚大完事了 别那么叽叽歪歪了 啊 然后这种袭击 肯定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 我们先来看这个 以色列到底什么样的反击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